看到德云社最新一期节目单的粉丝们开心不已 不但天津德云社重新开业了 德云社一众失联演员们也重新回到了德云社小剧场 能在小剧场看到如今德云社的顶流演员 买到票的粉丝绝对是赚到了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发现 三千人剧场的节目单 杨九郎跟李九春张九霖一起空降三千元表演群口相声 有网友表示杨九郎这是要复仇了吗 不但邀请了李九春 还带着王九龙的搭档一起演出 这绝对是预谋好的 要知道在上周李九春和周九良的演出中 不但杂怪杨九郎还把王九龙带了进来 网友们也纷纷猜测九霖是替搭档来报仇的吧 众所周知 德云社的演出是一部连续剧 演员们在台上抖的包袱都是连续的 如果你没有听上一场 可能下一场演员们在台上抖的包袱都听得明白 就像德云社图和爱图之争 到如今这部连续剧还没有落下帷幕 而李九春和杨九郎之间的爱恨情仇 更让大家期待 你哥俩在一份亲密无间 对 是不是 哎呀 这我是被动的 你跟我哥哥都作证了 我是被动的 但不是见着孟哥不好说 亲密 亲密 咱们年呐 我蔡德云花队就得罪一个了 是啊 不得不说德云社的连续剧 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让大家应接不暇 也让大家非常的期待 李九春和杨九郎之间 还能擦出怎样的火化 何况还有外加一个张九龄 不得不说 头九的师兄弟关系太好了 如今李九春已经和四位头九的合作 跟周九良的合作 就已经让粉丝能开怀大笑 不得不期待头九的 引人再次合作 在之前副总直播时 就曾答应过粉丝 想办法安排头九专场 让头九的几位师兄弟一起合作 这个团队会安排头九群口吗 就是头一批的 酒子喝的群口向上 我答应大家了 怕是这一天也不会太远了 头九出征寸草不生 期待头九专场 特别节目都别火 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一下 就坐在这一天